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6日 已經是星期五 重慶 經過一連串的折騰 截至24日的凌晨 宣採養檢測了1032萬人 發現兩管混合性 是有陽性 10個人一條管 只有兩條管是有陽性 即是確定 覆核了現在 只有兩人感染 其他也沒有事 800有千多萬人 陪著他們 去做核酸 當中有多少人因為 四十幾度連日之下排隊而熱死的呢 又或者誘惑其他的疾病呢 不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上看到 重慶 真的很嚴重 因為原來大量的山火 很多龍煙 真正 周圍都可以看到那些龍煙在飄 但是 任何一個 山火現場都有人做核酸 究竟是山火重要 還是做核酸重要呢 很多地方整座山已經燒通頂了 但是 據說當時 重慶就說沒有合適的消防工具 因為在加拿大或者澳洲 他們會用 直升機 救火 但是中國 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太貴了 山可以燒 重慶真的很嚴重 由於天氣乾旱 加上超高溫的熱度 中國說 由1949年之後 有國家紀錄以來 從來未檢測過新疆以外的地方 超過45度 重慶這次 破紀錄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是熱成怎樣 天氣這麼熱 當然要很多人就開冷氣了 例如 有經濟能力的也要開冷氣了 但是電力 負荷得很厲害 尤其是四川省地區 重慶就最嚴重了 因為他很依賴水力發電 長江三峽那邊 結果 大陸 尤其是重慶地區 對企業推出限電力 因為要讓更加多的電用於民居 用於居民 重慶部分地區 由14至24日 實施第一波的限電措施 當地在限電令本來打算結束 誰知道收到部門通知 限電將會延長 直至另行通知 即是 即是繼續限電 根據大陸的數據顯示 只是重慶市 因為印刊受災的人數已經到了195萬 重慶一千多萬人 有兩成人 受災 好了 不單止如此 還有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現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看看大家 831下個星期 831的倫敦集會 提早5點開始 提早1個小時 希望大家多多 捧場 重慶當局星期三 傍晚發的通知 由於 該市的晴天高溫天氣仍然持續 電力供應形勢依然嚴峻 為了確保電力供應安全有罪 守好民生用電底線 堅決不發生拉閘限電 決定由當日午夜12時起 繼續實施工業企業的讓電愚民 你們的工廠不要開啦 結束時間是根據高溫天氣和用電負荷變化情況 以及 及時調整 就會靈行通知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就是現在 什麼時候結束 不知道 台媒就引述當地台商稱 當局的意思是扯子扯走 什麼時候下雨 就可以用水電 水力發電 現在 沒有雨嘛 沒有就不要用 內媒星期四引述 發出重慶市水力稿的消息 一連串的高溫已經導致當地197條河流斷流 90座水庫乾坑 全市 累計農作物受災面積23萬公頃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1億 人民幣 涉及36個區元 該市的北培區 上星期四和星期五 連續出現45度極端高溫 中央氣象台星期五預測 未來三日的四川盆地 江南等地 高溫天氣持續 直至下星期一 才會出現降雨 才能解除一下 重慶市農業農村委員會消息 目前 全市各級的財政投入 抗漢資金9000萬 他們分也不夠 出動5000多人 3200多架送車的水 並準備人工降雨高射炮等14000發 火箭彈650枚 隨時展開抗漢爭雨的工作 為甚麼重慶那麼嚴重呢 因為 重慶 就是很依賴這個水力發電 而他主要就是依靠長江三峽 大家知不知道長江三峽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下大雨的時候他就放水 下游水浸 沒有雨的時候他就截水 下游一滴都沒有 但是到沒有雨 沒有辦法發電 大家知道水電站 是通過水經過那裏 發電的 他以往就說儲水 可以解決重慶的高溫問題 做到冬暖下涼 為什麼 他說 長江三峽就等於 幫重慶 幫整個四川盤地 裝了一部冷氣機 裝了一部空調 天氣熱的時候他就會令大家涼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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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現在究竟 長江三峽會發展成怎樣呢 其實當初 中國政府 就說長江三峽有很多好處的 例如 可以發揮全面抗洪 發電 護運 水利資源利用等等的綜合效益 但是 這次就體現了原來 天氣一乾旱 長江三峽就廢了武功了 不能防洪 不用了 因為乾旱 不能發電 航運也沒有水 水利資源也沒有水 那是怎樣 其實自從03年6月1日三峽水庫正式儲水之後 三峽的富區和大霸下游地區災害不斷 最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其實是與三峽工程無關 究竟是不是真的跟三峽工程無關呢 其實就不是 因為當初 長江三峽要把儲水遺棄 附近的人要移民 生態和環境保護已經是很大問題 泥沙全部沉下去 那些航運也 阻礙了航運 我們看到 投資了那麼多錢 結果出來的問題 就是每樣東西都廢武功 長江三峽水壺當時可以抵禦萬年一遇的大洪水 結果沒有兩年 貶值到千年一遇 沒有了九千年 然後就變了八年一遇 沒多久要貶值 沒有了九百年 只剩下八年一遇 然後到最後 他說抵禦大洪水不要指望長江三峽 當時說了 長江三峽一處水一發電 電就會拼到一毛錢一到 結果 沒有了 三峽工程 所有的水力發電已經被私有化 完完全全 跟人民無關 長江三峽面臨一個甚麼問題呢 是水庫的 其實有很多問題 首先 水庫的淤泥很嚴重 會引起洪水的災害 土地的嚴簡化 令到上下游 尤其是下游 令到河岸很容易崩潰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儲了水之後 三峽發生過 很多次的地震 四川附近 包括 大家也知道 08年 文川大地震 這次的工程 其實真的是禍國殃民 大家想想 182米的地方 百多米的地方上儲了水 那麼大塊的東西 如果一旦出事 如果在滿水的情況下出事 你想想下游的人多嚴重 可能會浸了幾個省市 不單止是這樣 另外 還有就是 地震的機會率越來越高 所以四川經常有地震 為什麼四川經常有地震呢 因為那個壓力 你想想 突然間在山上 多了這麼大的東西 那個設計不是這樣的 有人說 其實選址不是很適合 站在長江三峽這個位置 其實 不是對的選擇 因為這個位置會加速地殼的變動 甚至乎 誘發了很多地震 三峽儲了水之後 其實就遲遲續續出現乾旱 然後就是大洪水 也就是乾旱 是極端的 不會去到中間位 然後就是地震 三件事是交錯地發生的 有人當時就說 拆了他 如果你不拆了他 其實 遲早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事 這次 四川 尤其是 重慶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這個三峽禍國殃民 當然 天氣熱得那麼多 你不見其他有那麼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只有重慶要這樣限電 大規模限電呢 其實上海也是一樣的 因為上海也用了很多 來自三峽的發電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看看有沒有新發展 再跟大家跟進報導 拜拜